身为三级古迹的台北孔庙 昨天才举行了这个首映电影的创举 结果呢就立刻被市议员踢爆说 其实孔庙哦是金玉其外败叙其中 陈玉梅就指出说当时市府呢 是花了一亿元来修缮钱店 但平时提供给社区居民休息的后院 却是像废墟一样 给观光客看的和居民享受的是两套标准 恐怕孔子知道了都会流泪呢 特地地发那个微笑是吧 前一晚郝市长才风光在孔庙前店 参加电影首映三级古迹的美 加上聚光灯投射 让现场来宾都为之陶醉 怎么料到隔天一早 同党议员就很不留情面 带着市府官员勘察孔庙后门 发现处处如废墟 有断圆断粮乱放 有塑胶布埋藏地底 有乌瓦随意气质墙角 有无障碍斜坡只坐了一半 还离地五公分 让议员是忍不住破口大骂 如果我们地方上的民众 要进来这里运动 简直比求神还难 我相信连孔子都会掉眼泪 能够立刻改善的 我们会马上立刻来改善 相较于孔庙前门 花了一亿元修缮 光鲜亮丽 美轮美奂 平常给居民休息的后院 则是如此残破不堪 前后差距如此之大 一座孔庙两样面貌 恐怕观光客跟居民 心里也有两样情 中天新闻张网林黄明君 台北报道